我是清华大学的陈钧 现在是社科学院的 不是升二年级 然后我现在也担任的是 清华大学研究生组台生会的会长 对 然后非常喜欢在这边的生活 然后我也很喜欢在这边的学术氛围 然后跟同学们 不管是大陆同学还是台湾同学 我们都相处得很愉快 然后今年呢 没有回家过年 然后是因为开放了 其实大家都很开心 很多同学都回去了 但是这个机票呢 确实也还比较不好买 然后加上自己还有一些学业上的安排 所以会跟台湾的同学一起 在北京过年 除了跟同学一起 其实还蛮想去滑雪的 因为去年因为冬奥 就是大家都感受这个冰雪的活动 然后其实在台湾是 就不会下雪 所以我们对雪有一种 不能抵挡的 对 的 情怀吧 这是第三个春节 从我第一个春节的时候 是我刚刚从学校 就是交换结束 然后后来我就从学校附近搬到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也就是海淀区提供的那一个给台湾青年的公租房 然后后来入住之后就发现 在那边环境很不错而且很安全 然后还有其他的台湾朋友们也在那边 然后这就是我第一个过年 然后第二个过年呢 然后我就顺利申请了清华大学的博士 然后第二个过年就是也是在北京过的 但其实过年期间我有去南边的城市是因为其实我的祖籍是福建 我算是去寻庚吧 也是一个寻庚之旅 然后又找到了我的就是亲人 然后还有一些表哥 然后还有甚至小侄子 侄女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哇 突然怎么多了一个表妹 对然后跟他们一起吃了过年的饭 有感受到原来我在就是大陆这边还有那么多家人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其实这一个机会如果不是我来这边念书 不是我来这边生活可能它有可能就断开了 那我就觉得由我来就是拉开就是拉起这样的桥梁 然后让我的家人也可以再过来看看 谢谢大家